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春的第一集 分析师们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年川普年大家看好什么样的股票 在分析师们讲之前我先预告一下 1月21号大家千万要记得不要错过这一天 1月21号我们即将在圣盖博举行 Warren老师的投资策略晚宴 当天呢Warren老师会公布一只2017年的超级大牛股 Warren老师很保守的说它会涨5倍 相当看好这只股票 但这只股票是什么呢 在我们当天的投资策略晚宴上才会公布 大家千万要记得不要错过了 1月21号中文投资网在圣盖博举行的投资策略晚宴 好的那接下来Warren老师已经挑好了他的金股 各位老师们2017年看好哪些板块 我们先从J老师开始 好的2016年的话呢 我们看到了这个生物科技板块呢 可以说呢 这个是比较最压抑的一个板块 可以说被打压了一年 那么我认为呢 这个2017年的生物科技板块呢 应该会有一轮这个反弹的一个行情 那么我还是因为在这个VIP当中呢 已经开始这个关注一些个股的一个运行节奏了 所以说呢我们也开始锁定了某一只这个个股 那么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就继续的关注 然后呢找这个切入点 嗯是 所以这老师意思已经跟VIP透露这只股票了是不是 嗯对的 哦好的我也很好奇 好那接下来欢迎Jason老师 2017年呢我觉得前半程吧 分成两两块 第一块呢可能是晶片股 这个我们VIP朋友都知道晶片股的余弱呢 我觉得还没有散去啊 应该还有一轮 至少还有一轮炒作 那么晶片股这个传言落定之后呢 我觉得可能随着美股的这个指数走高 我可能偏向关注于一个中概股 一个中概股 那么在2017年的这个下半程 我可能更关注这个恐慌性指数的一个产品 嗯是 那Jason老师现在心目中 已经有了一些股票都挑选好了吗 是我们VIP的朋友呢 基本上都知道 VIP的朋友都知道 好的好的 那Brain老师是不是也有一些要分享 行 今年呢我看好两个板块 一个是金融板块 一个是房地产板块 那乍一听这两个板块似乎在相互矛盾 因为我看好金融板块的原因是 我认为今年一个稳定环步的一个加息 会继续在2017年预见到 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的非东数据 其实非东数据呢 好坏参半并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今天市场已经是标普和纳指 已经是创下了一个新高的行情 证明市场上涨的意愿非常的强 在即便是今天也有美联储的理事说 2017年会逐步的缓慢的一个加息的动作 代表还会加息 在加息的情况下 市场继续看涨 证明市场的意向还是在向上冲的 那金融板块 这是我看好的一个原因 通常加息之后 那你的利率放高之后呢 可能会对贷款或者refinance造成影响 房地产应该是一个下滑 可是资本的一个回流 美元的一个走强 经济的一个强势 就注定导致股票和房地产一定要上涨 否则这个代表是社会是一个推步的过程 那这个是我看好的两个板块 房地产 那至于你说的个股的问题的话 这两个板块呢 我们是以板块为走 板块是有ETF的 我们在VIP美国分享 至于其他的也是股票上涨终究会有个股的 我已经在VIP里和大家说过了 我今年看好的个股 是 那Brain会不会在当中也操作一些齐全 一定会的 这个个股 我看好的个股都是一些比较好的权重性的股票 他们自然是适合操作齐全的 另外1月21号 沃伦老师有股票给大家 我们也有股票给大家 哦是 哇这太精彩了 沃伦老师准备了一支会涨五倍 那Brain老师这边的会涨几倍 你自己预估 预估如果是用期权来看的话 不敢想 不敢想 意思就是太多了 是这样 是 好的所以非常的精彩 三位老师已经分享了2017年看好的板块 但他们挑了哪些股票呢 刚刚大家可以听到他们都挑好了 也跟VIP们朋友分享 在1月21号呢 当天老师们也会把他们研究的成果 对2017年的一个预测 还有展望 当天跟大家分享要怎么样操作 老师们会有很精确的回答 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那怎么参加呢 千万可以跟我们的客服代表 还有加我们的微信 随时和中文投资网联络 以上就是今天的美股擂台赛 欢迎收看美洲华尔街亚洲单元大麻秀 要告诉您本周大麻资本市场的所有动态 我是主持人Nanel 在我旁边的是Will老师 主持人你好 是 那请Will老师先帮我们分析一下 本周大麻市场的股票表现如何 目前的1月份第一周 大麻市场表现的是比较冷静的 因为我们看到大盘虽然是高歌猛进 但是整个大麻股市场 由于在12月下半月的时候 已经经历了相当长的一轮暴涨 因此在1月份第一周 出现了一个横盘调整的行情 并没有涨太多 只是微幅的向上走了一点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市场里面的交通情绪 是相对平淡的 但是也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 不要忘记 大麻股有所谓的一月效应 每年的1月份 大麻股都会向上有一个跳涨 的过程 当然这个是统计上统计出来的 不过确实背后有它的一定的原因在 所以说在这个1月效应的时间 大家千万要抓住这样一个短暂的 很短暂的一个投资机会 去在这个大麻板块上 争取一定的获利 是 也就是说大麻在最近 有一些可以短线操作的一个机会在 是 而且从长线的话 就是我们知道 大麻整个的需求 都属于一个上升的阶段 同时这个研发也是 在逐步进行中 尤其是在这个药品 和这个保险品的研发上呢 是可以说是飞速的一个发展 那么在因此的这样一个行业呢 是在未来的一年 甚至未来的三到五年内 极具投资价值的这样一个行业 中文投资网呢 也专门为此推出了这样一个 大麻的行业研究报告 为大家提供可以投资 尝试长期投资的这样一个大麻的股票 并且呢 这个报告是由本公司这个CFA的注册会员 这是注册会已经是成为会员的 这样一个 也就是CFA三级 相当厉害的一个老师 来主持编写 因此呢 在这里面呢 充分地挖掘了这些公司的特点 特质和它的潜在的增长能力 因此的话呢 这样一份服务 我们现在已经推出了 是很有助于大家去参考和投资大麻板块的 一个重要的信息 是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 千万要跟我们联系 大麻的投资年报已经推出 那在我们投资年报当中呢 有一间我们提到的公司 今天就为您推出它的专访报道 它是CVSI 我们今天呢 其实CVSI 它是一间做CVD有非常著名的公司 但我们今天要特别提到 CVSI 它在未来即将要投入的 一项全新的产业 我们来看看影片 烟在美国拥有庞大的医疗市场 4000万吸烟人口 每年600万人死于吸烟过量 而无烟烟草 900万人吸食 25万人死于吸食过量 人口每年都在增加 你能看到红线线 那是烟烟草用的 你能看到它增加 并且增加 那其他原因是 美国拥大医疗医疗 说 这是一个疫情 这是一个巨大问题 必须解释 CVSIENCE INC 美国研发大麻CBD油 最著名的公司之一 发现了CBD的成分 能够抑制烟瘾 这成了他们最新的投资 和研究重心所在 看准大麻制药发展 将有庞大商机 CVSI全力研发 名为CVSI007的 大麻口香糖 预计2020年可以上市 这是一种混合 红红和砂糖 它将会在这种红红的形式 就像这一样 测试是被决定 红红红和砂糖 和砂糖 每一部分的砂糖 我所说的 这是我们在决定的程序上 到制药 CVSI预计在三年时间进军市场贩售 下集访谈中 我们将告诉您 CVSI是怎么发现CBD的这项惊人功能 而大麻今天产品又将如何颠覆市场 好的我们刚看完了影片 这是CVSI的CFO 它可以治疗癌症 但是现在CVSI 它竟然可以更广泛的运用到 治疗烟瘾上 我们知道像治疗烟瘾 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市场 现在市面上有的 治疗烟瘾的口香糖 都是只有尼古丁的成分 但是呢 现在他们研究发现 尼古丁加上了CVSI的 这个功效 竟然是比只有尼古丁的口香糖 多了十倍以上 所以这算是一个非常惊人的 一个药学研究上面的突破 那当然了 他也提到了这款口香糖 它会在三年之后才会推出 所以说现在大麻CVSI在整个生物质 药医疗板块 可以说是已经是全面的在进攻 是的 因此呢 咱们中文投资网呢 也是推出了这个全新的 也是整个世界唯一一家的 这个中文的CVSI产品的销售网站 而且呢 并且会 这个销售网站呢 会在这个二月初呢 就会有一个上限 这个销售网站里头将包括一些 比如说像这个化妆品 可以去皱的 还有一些能够给大家提供这个 震神安眠的这样一个保健品的功效 因此呢 也希望大家能够集中关注 我们的最近的这样一个网站的动态 是 所以现在中文投资网的两大最新动态 一个是我们CVSI的商城 另外一个就是大麻的投资年报 大家可以在线下呢 体验CVSI 同时在线上呢 来投资CVSI的大麻概念股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精彩的大麻秀 谢谢收看今天的每周华尔街 我们下周再见